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战火重燃 武汉三镇将坐镇主场武汉体育中心迎战来访的大连人 间歇期进行了换帅的卫冕冠军武汉三镇 请来了日级主帅高田勉 大连人则排名垫底深陷降级区 武汉三镇在中超联赛前12轮比赛取得三胜七平二库 积16分排在积分榜第8位 上轮在主场1比1战平山东泰山 在足鞋杯第三轮的比赛中 5比1击败中甲球队江西卢山 解禁复出的阿齐兹攻进两球 本轮坐镇主场对镇大连人 五大外援都能出战 罗森文赛季报销 肩膀受伤的韦士豪仍难以出战 谢鹏飞累计四皇停赛 高田勉获将继续采用佩德罗时期的三中卫阵型 阿齐兹的及时付出能为封线带来更强的攻击力 客场坐战大连人拿分难度较大 帅位并不稳固的谢徽 如果不能带领大连人有所起色 恐怕将面临更大的下课压力 特索涅夫和林良明状态增加 已经没有足够底气压着打的谢徽 要完成保级重任 须先稳固防守保证不失球再次击反击 面对武汉三镇的前场攻击群 劳烈斯 林隆昌领衔的防线将面临严峻考验 每一场都是保级战 在下窗无法引员补强的情况下 谢徽也只能尽全力去激发球队的潜能 两队在上赛季中超联赛的两次交手 三镇双杀大连人 心理优势明显 此次新赛季首次碰面 如能正常发挥 拿下11轮不胜的大连人 有希望冲击主场首胜 比赛时间是6月28日晚19点35分